鱷鱼赢得高尔夫球寻宝比赛 周三晚上一场看谁得到最多球的游戏 竟变成了场夺命意外 一只冬眠醒来的13尺鱼 为Jacques成了他的囊中物 Jacques和朋友喝了几杯 并彼此挑战在Kruger国家公园高尔夫球场地球洞的Lake Panic 玩高尔夫球寻宝 高尔夫球猎人潜入水中三次 但当天原来不仅有他们在寻宝 正当他们半身都泡在水里时 Jacques突然被巨鳄拖入水中 他的朋友在晚间十点左右通知公园寻守 寻守到场后在鳄鱼口中发现Jacques 他们用枪将鳄鱼射死 以警告其他鳄鱼得罪高尔夫球会员的下场 还拍了张照片跟其他会员分享 Jacques得年29岁 有时候喜欢汉语玩亲亲 汤温news原创贴图开卖喽 快到Line Store下载吧